我们今次看经文是高龙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 和四章六至十一节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主耶稣里面的神里面的自由 他的荣光和德性的能力 我们现在看经文了 三十七节三十七节 主就是那灵 经文呢 你看回英文 Now the Lord is the Spirit 在这个经文所说的Lord 不是指普通的主 因为上下文说的是基督是主 所以这个是基督和神 就是神就是那灵 所以我第一条问题问 这个灵如何证明它是神呢 这里解释主就是灵 这个圣灵就是神 所以这个就是由这个经文去证明 这个圣灵的神圣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了 这里就有一个后果 如果大家在这个经文就可以写了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会带来自由了 就带来给我们自由了 上文就讲去摩西 他就因为那些以色列人接受不了 他的荣光 所以要找个帕子遮着面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帕子没有了 他说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这个帕子就没有了 所以就讲到 我们可以脱离这种的律法的控制 就是要在压制之下 我一定要 就是要满足了这个律法 才得到神的喜悦 但是我们都会遵从律法 但是那个态度不同了 耶稣赦免我 耶稣爱我 我是自由的 于是我就很乐意去遵从律法了 所以呢 我们一样遵从律法 不过就是一个自由的状态 也都是一个相反 自由的相反就是说 那些人很烦恼 很压抑 没有力量 有什么困难都处理不了 但是现在我们有自由了 还有呢 有自由做 发挥我们的生命了 有时候人们会说 你不够能力不够好 但是我们呢 没有神的自由 神给我的恩赐 我可以发挥 譬如有些人说 他有音乐的恩赐 但是有些人说 音乐赚不到钱 他就 就 压抑他 让他不可以音乐发展 但是我们呢 在神里面 神感动我做的 神一定会供应的 那神就开路了 那譬如神感动我 在训练人士服神 那神呢 我感谢主 让我们这个福兴宣教事工 是可以真是去 分辨